好,接下去我要给你们介绍的是我在大二的时候编辑的一个主Java的一个对经典游戏的小改编,《贪吃蛇》 然后这里面和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就是所有的程序都是由Java为主代码,然后也没有图片,图片的话就会稍微简洁一点,就有点像这种小框框状的这种 我们开始看一下 然后以前的贪吃蛇的话会有只有一个嘛,一个蘑菇或者是一个食物可以去吃,然后我把它给稍微改编了以后就变成也就是它可以有多种食物可以去吃,然后每吃一种食物以后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影响, 就像左边这个框框上面显示的一样,普通的这种棕色蘑菇呢是让你可以长身体的,然后红色蘑菇呢是可以让你无法控制自己,也就是吃好了以后你完全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了,麻痹了 然后紫色的蘑菇也就是吃了以后你就会死,然后红色的蘑菇呢也就是吃了以后你速度会加快,一般红色的大蘑菇 红色的大蘑菇,小蘑菇以后就会把你给麻痹,然后主要目的就是活下来 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小改编